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疫好过年医院长照机构限制探病延到2月27号 春节半年后南北馆市场2月9号请交通管制三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5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新闻一开始来告诉大家小朋友最喜欢的亲子馆 宜兰县又增加了一座 由宜兰县公益彩券淫于经费益柱办理的五节活力体操亲子馆 今天上午在五节图书馆三楼 由县长林姿庙宣布正式启用 透过医学教育基金会的协助下 以体操教具同万作为主题规划 是县内的第11座 也是第一座以体育为主题的亲子馆 县府目标在今年度要完成全县共14处的亲子馆 与家长共同承担育儿的照顾压力 而由宜兰县公益彩券淫于经费益柱办理的五节活力体操亲子馆 今天上午由县长林姿庙宣布正式启用 而这也是县内第11座的亲子馆 那我们的小朋友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所以从小的又让他得志体勤美 我们快乐的成长认真的学习 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配合 还有各位老师的用心 我们现在的教学是不一样的 太重不行太近不行 要拿捏的刚刚好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教师们 谢谢你们在专业领域的付出奉献 让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很自然的 很快乐的成长 而且今天的这个亲子馆 我们是体操的亲子馆 所以每位的小朋友在他们自己的兴趣 而且还有家长的配合 还有家长的一起的共游 共资 这都是现在的这个趋势 亲子馆地点在五节图书馆三楼 由医学教育基金会承接 除了提供亲子教育课程育儿指导外 另外还有体操课程 环境布置也运用了体操教具 同万做主体规划 帮助孩子的肢体发展 身体协调性感觉同和等 如果在外面玩得到吗 玩不到 五节亲子馆它是以那个亲子体操 还有同万为主要的特色 那希望就是用一个比较有活力 然后能够让孩子带来童年趣味 帮他们打造一个没有回忆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设计这个五节亲子馆 六岁以下的婴幼儿及照顾者要入场 可以先进行网络预约 每场次开放十组人 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的上午九点到十二点 以及下午的两点到四点 相关资讯可上宜兰县育儿资源网查询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五节乡清洁队车辆停放在罗东桥下 而清洁队的办公室则设在校围路 为了落实管用合一 五节乡公所向高工局申请拨用国道下用地 作为清洁队车辆停放以及办公处所 最快在今年夏天就可以搬家启用 这里是罗东光荣北路桥下 是五节乡清洁队垃圾车与回收车辆停放的地方 不过行政管理作业的据点 则在六公里远的校围路上 为了落实管用合一 五节乡公所向高工局申请拨用国道下用地 作为清洁队车辆停放与临时办公处所 五节乡公所为了要让清洁队管理跟运用的环境合一 所以我们特别像高工局 拨用五节乡三极段的高速公路桥下 将近我们现在是拨用有将近有0.9公顷左右 我们第一个阶段差不多用了0.5公顷的这样子一个土地 规划清洁队的办公室及停车场 那我们相关所规划好以后 所有的这个管理可以合一 办公室的环境会全部都改善 新的清洁队办公室占地约0.5公顷 在春节后会进行细部规划 往后整体空间分为办公室 工作车辆停车场与恰工停车场 而整体的工作服务会再提升 改善以后我们的清洁队 我们希望是让他在那种上班的时候 全部都要穿制服 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会设置那种制服柜 没有上班的时候不要随便穿制服 上班要穿制服 然后以后清洁队的车辆的一个APP的管理 就是说你走到哪里 我们车辆在我电脑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车辆到底快或慢 那我们都统一的一个管理 还有惯喜的时候 男女的惯喜稍微就分开 希望大家每一个清洁队都会感觉到 他受到尊重 把我们办公室的环境改善 由于新办公室是组合屋的方式 完成细部规划到完成 大约只要四个月时间 预计在今年七月就可以完成 经费大约一千多万元 由公所全额负担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双连米地区永续发展协会 从去年九月起发动了120人次 展开了双连皮百年历史骨髓尊的修复工作 希望透过恢复早期的供水系统 推广有机有善农业 而目前全长五公里的水道 已经完成了500多公尺 协会将在2月6号举办成果说明 同时也欢迎更多志工 加入修复骨道的行列 从去年九月开始分为4T次 共有在地民众以及志工 约有120人次 投入双连皮百年骨髓尊的修复工作 完全依照古法 以人力挖掘掩埋多时的水道 目前已经完成500公尺的距离 而发起这样的修复活动 幕后推手就是双连皮地区永续发展协会 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早期的供水系统 有了丰沛的水源进而推广有机有散农业 创造生产生活生态的永续环境 这些水准当初流大河 在那里脱到水到这里 这些都刮断去 刮断去我们要再做之后 不能浸测水 水不能减在那里 所以我们再做一条河 把这大的铁拿来做这条河 用山脏做空的茶 把它放起来之后 这些水减实地后才会好 这条水准是在100年前就做了 千年比较差不多50公斤 都用这条水准的水 在地人过程下去后就没有吃饭荷了 所以说就去饭荷 风雨和丹一间风雨二十几年加在 政府担委任务局来看 这条水准是这么好 这条水是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任务局就开始 帮助地团来做这条水准 还要让它通通 我们地团非常记得 这条水准通了后 我们就会 水准继续继续做 不过我们这个博士 希望把这条好处的地方 要做一个变成 生产生态 一个营销的好环境 希望将来千年比没地稍稠 没化学荷物 没化学肥料 千年比是一个投影响经营 协会理事长黄玉民 也向外界来说明 常有五公里的骨水道 有土蹄 也有画面中的水泥墙蹄 主要是用在土质比较松动的地段 同时还有分流作用 这是黑毛土花 因为早期就是都开土花 因为会流水嘛 这条山脚的 这一墙就放下 差不多五六十年前 这放到廟时 这开始开始往下落 这才冲水 水泥花 这当初分成三大 三大区 一个中壁 一个中壁 一个丁壁 分成三区 这个丁壁产生产生产 所以说 他生一枝水分 就用那个跨度 分板啊 水让人 为了展现目前水道修复成果 同时招募更多愿意为山林建筑付出的民众 2月6号早上10点 在谢家古错谣举办成果分享 还有招募志工说明会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趁机会走一趟风景又美的双年皮 来办一个年终的分享会 让大家对于这个骨髓菌修复的一个历史的意义 包括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努力的成果 然后共同来做一个分享跟讨论 那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在110年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骨髓菌修复 然后来分享我们的喜悦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农历春节将至 为了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县长林姿庙今天主持宜兰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会议室宣布 将延长宜兰县所属各医疗院所 以及长照机构探病限制期间延续到2月27号 请县民能够多加体谅配合 齐心协力来度过这段防疫的关键期 原本停止医院以及长照机构开放探视的期限是到2月9日 但是考量最新疫情以及可能的潜伏期之后 为了更审慎的防范疫情 特别将可能潜伏期的两倍时间 作为管制的期限 所以将这项管制措施延长到2月27日 为了保重民众的安全 那上周平耐机先布了提治判病的措施 从2月9号延长到2月27号 第二点 延后开卸的部分 我们有几项的措施 首先 避免延后开卸导致弱势的血统恶负值 那我们用了带餐券延长发放至2月22日 再来呢 劳工若有照顾的这个吸血 公司一定要准价 而且呢 薪资给互一公司的这个规定 会有劳资双方的协商 除了医院以及长照机构停止探视期限延长 县长临之庙也宣布 春节期间各风景区和景点将实施总量管制 预警分流等等防疫措施 我们的风景区或者是景点 还有热营等人潮聚集的这个场所呢 我们呢 请翁女处特别的注意 要做好人数的总量管制 再来呢 预警分流游客等措施 这个很重要 第四点呢 过年期间 大家要戴口罩请洗手 住两体温 我们的社交距离都要 虽然是过年 但是我们防疫的工作 也是一定要落实 希望呢 依然间能够 维持我们的健康 为我们的健康来打官 春节期间到庙宇走春的民众也很多 县长除了提醒庙宇要做好环境清洁 也要做好总量管制 分时分纵 单向导引等措施 以维持社交距离并且避免人流交错 大家一起落实防疫过好年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下个礼拜四就要过年了 很多民众赶着前往市场办年货 而有的人则是规划要去哪个庙里来拜拜 三星乡公所避免扩大感染 特别提前部署针对辖区内将近百间的公庙 以及三星公有零售市场发放口罩以及酒精 加强庙方跟摊商的防疫宣导 年关将近随着国内疫情升温 三星乡公所优心扩大感染 特别提前部署针对辖区内将近百间公庙 每间发送200片的口罩以及一瓶酒精 让庙方在春节期间加强防疫 而供奉关身帝军的正安宫 也宣布在农历正月11到13 停止供应平安州减少群聚感染 戴口罩请洗手防疫大家一起来 都要做好防疫的这个措施 我们三星所有的这个苗屋 我们公所伟就要希望做全面性的公众 比较领域人聚集比较多一点的地方 要做防疫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全厢将近一百间的苗屋 我们每个苗屋都要送他两百的口罩 和一罐消毒的酒精 希望我们做全面防疫的过程 大家共同来配合 过年期间来苗屋拜拜 希望大家都有个主动来掛上口罩 加上水安来共同配合政府的政策 三星在南中 这月11日12日13日有提供平安卷 因为为了要配合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平安卷就停止 我们会利用一只桌 用酒精来给它噴手 有全人来给它噴手 有当时有的 通常不记得拿口罩 我们就提供口罩给它噴手 比较做好防疫工作 公所除了发送口罩跟酒精 给公庙以外 三一乡长李志佣 今天也亲自来到了 三星公有零售市场 发送口罩给摊商 没摊发送十片口罩 让摊商觉得窩心 谢谢 除了没有意外 我们三星最大聚集的所在地 我们今天也要去市场 发送市场所有的公报 我们这些商家 每个人都有十个口罩 希望可以专民性来风抑 让我们三星在这个过年 可以平平安安 大家都很健康 快快落落 来打过新的这个情意 趁着农历过年前 公所提前在民众 可能会聚集着场所 发送口罩 加强宣导防疫 并呼吁春节户外踏青 必要使人要佩戴口罩 请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过个好年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宜兰市南北馆市场 是采买年货最热门的地方 而周边的道路将从2月9号到11号除夕当天 每天的上午7点到下午3点 实施交通管制 除了限制汽车进入之外 并且规划了机车脚踏车的停车阁 此外现场还会提供美食采购指南 防疫宣导等等说明牌 让民众在防疫期间 也能够轻松选购到需要的年货 依然是南北馆市场 不但有各式各样的南北货 而且还有新鲜的蔬果 肉类和海鲜 是民众采买年货的好地方 传统的东西也很多 现在在拜材这地方有些 讲起来是根本 所以有理解 所要用的 无论餐饭过来 林过来 法过来 最后有新鲜 拜托是民众 大家做参观 参考 南北馆市场可以是传统市场 有新鲜味 品质的东西都很新鲜 价值又广度 而且样样俱全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些采买年货 也可以来提早享受到 过年到 欢乐十四行的气息 为了方便民众采买年货 施工所将在2月9日到11日 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3点 实施周边道路交通管制 除了限制汽车进入之外 并且会规划机车 脚踏车停车阁 此外 现场还提供美食采购指南 让民众轻轻松松就能买到 所需要的年货 你围楼到前两天 统统三天来进行 这个南北馆 周边交通的观察 就是要让我们的乡亲 要来采乡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机车的庭红空间 可以大家有得时来进入 我们的南北馆市场 包括地下信来做采购 另外我们也有做一个采购指南 这个采购指南就是说 有可能像这个年轻人 现在要拜拜 要拜什么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 你过年要准备这些食品顶头 来做最好这种酸团 2月9号至11号这三天呢 实施我们这个封街的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消费者呢 可以有更安全更舒适的环境呢 来这里办年货 去年呢因为呢 COVID-19的关系呢 使我们市场这里 许多的摊商摊贩重创 所以呢希望呢 可以借由这次办年货呢 可以冲高我们的这个买气 让我们消费者呢 可以安心呢 买到呢自己呢喜爱的年货 市长江中渊也提醒民众 疫情期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 每个人都要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摊商则不要提供试吃 让春节采买更顺畅更安心 三星乡公所关心若是春节不打烊 今年首度跟三星乡五间超商合作 推出三星过年送暖爱心券退换美食的活动 让145户低收入户从大年初一到初五都能够就近持券 爱心券到超商兑换民生食物 每一户有五百元 除了我们上星期发行后 这个物资来帮忙我们接收 让特别的度过这年以外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爱心券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追加 在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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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有一百元 一个人有五百元的爱心券 可以到就近的超商去兑换热食 我们希望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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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长李志勇表示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大多数的宫庙在春节期间 都停止供应平安州 加上过年许多餐饮小吃店都没有开 所以才特别加码推出了超商爱心券 解决过年用餐的问题 因为过年期间 早期我们很多苗夫 还有平安媒人吃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酒大小间就差不多都出销掉了 第二点就是在过年期间 拖和拖和很多店家也都效忍 过年我们的超商有在买这个 可以让它更贴心的说热食 所以我们就想来推出这个爱心券 也很感谢我们这些超商的配合 在过年拖和拖和拖来提供热食 给我们这些冰困家庭来使用 但这有一点要特别强调 我们这些爱心券可以换取食品 食物绝对不能拿去购买烟酒 之类的所谓的消耗品之类的东西 除了跟超商合作推出爱心券外 公所也收到善心人士所捐的收银机 要送给低收入户 乡长李志勇感谢各界的善心捐助 让这些弱势家庭过年期间可以享用到美味的食物 感受到社会温暖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不到 宜兰市农会家政班首座毛帽 将是今年过年最温暖的礼物 宜兰市公所关怀弱势 特别结合了宜兰市农会家政班 捐赠了120顶首工毛帽 给宜兰县康复之友会 以及宜兰县龙亚福利协金会 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众的爱心与关怀 今年冬天寒流接连来袭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弱势社福团体的募款 所有宜兰市公所结合市农会 将家政班首工编织毛帽 捐赠给弱势社福团体 今年寒流一波一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刚才说大家来赞助我们的身心障碍 这些群组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们公所头过来办理这个 先抛砖引玉 大家来关心 我们身心障碍 我们这些好朋友 市長想说 这么高的时候 你们才要做 这个意义很好 法律说你们出个工 市長来政治稍微经费 来做不好 来参考很多老大人 在冬的时刻 真正 虽然刚刚蓬到鞋子 我这很好的意义 我们成果展的时候有请市长来 然后我就提议跟市长说 我们来合作 我们来制作爱心帽 来献给有需要的人 市长一声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动员 差不多两个礼拜我们就把它制作完成了 市长江中渊表示 感谢社福团体对弱势民众的照顾和付出 营造人间有爱的祥和社会 让身心障碍朋友 无论在就业 生活适应 或者是社会参与都能无缝接轨 更加融入 尤其现在我年了 大家最需要这个关法的力量 所以可以看到这么好的力量 在这里来做发肥 我们感觉社会温馨的一面 可以这样做最好的典型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说不管是市长会 市公所 你落实关法的这种录制的顶头 我们就继续来做付出 可以把我们有法度发肥的力量 运用你需要关法的所在 让这需要关法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最大的温暖 在这个年节到来的时候 戴上这暖暖的这个 他们手工的这一个个人制的这个毛帽 让他们戴在头上感受到社会 给他们许多的温暖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 抛砖引力的一个正能量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因为社会的结合跟感动 有钱的人出钱 有利的人出力 感谢他们的付出 这次手工编织的120顶毛帽 将捐给宜然县康复自由会 以及宜然县荣雅福建协力会 等两个弱势社福团体 让他们感受社会大众的爱心和关怀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 明天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西半部局部地区早晚气温偏低 而各地日夜温差大 台湾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只有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 接下来关心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然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降雨几率0% 气温是16到25度 接下来关心一月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然新闻 感谢乡亲跟着宜然新闻关心宜然大小事 我是黄温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乡亲跟着宜然新闻